1984年9月8日,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什说 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,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,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香港、台湾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,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,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,都叫和平共处 2011年9月8日,中国驻绵兰总领事馆开馆